因為我們的兩項公投 就是反萊豬公投 還有還我公投的這兩項公投 我們的這個一階段連數跟查隊都完成 所以我們昨天已經拿到了 這個二階段的連數書 那為了要搭配這個宣傳 我們二階段的公投連數 同時也來宣傳8月28號 即將可能會舉行的 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所以我特別租了48輛的反萊豬公車 那上面就寫著828公投反萊豬 來提醒民眾 8月28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如果大家不希望說 今天被這個所謂的被萊豬 就是讓萊豬來去威脅到大家 食安跟健康的話 那8月28號就一起站出來投票 來去否決萊豬進口 就有民眾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哈囉 他就說 你1號萊豬就進來了 你8月28號投票怎麼會來得及 那我就跟他講說是來不及啊 但是你要吃9個月的萊豬 還是吃一輩子的萊豬 如果你今天沒有公投 就吃一輩子嘛 但有公投的話 你出來投票公投通過 我們就只要吃9個月的萊豬 所以今天這公車上路 其實是表彰自己一份心意 我們都強調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什麼陳其中 什麼陳時中 為了增進我們臺灣跟美國的關係 我們需要美國的支持 那進口萊豬以後 含萊劑的美豬以後 是增進臺美的邦交 開始破壞 跟這個使臺灣跟美國更加疏離呢 請問各位 請問你啊 打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 大家都不吃美豬了 美豬跟萊豬是兩件事情 現在我們大家 你看大家都不吃了 連立法院立法委員 也都不吃美豬了 你也不知道它是有沒有含萊劑嘛 可是美國的養豬廠大部分80%左右 是不用萊劑的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你們現在大家都不買美豬了 那台豬拼命漲價 那我們這些低層的 底層的民眾也都吃虧了 這個蔡英文在妨礙 臺灣跟美國的關係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裡面呢 這個政策不是莫名其妙嗎 國軍不吃學校 他們要去看學校對不對 我們蘇貞昌院長去看學校 用的是台豬還是美豬 那大家都不用美豬 雖然還沒有進來 那你想想看 那美國人是高興還是生氣 所以他們在破壞台美的關係 這一定有貓膩對不對 什麼貓膩 一定是民進黨的高層 有人跟專門養萊劑的 用萊劑來養美豬的大戶勾結 我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到今天為止 綠營沒有人反應 異形受體術 是WHO公認的是有毒的東西 所以人類 人體不能用 所有人都不能用 這是公認的 那你拿那個去做飼料幹嘛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誠摯的邀請您 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 將實質地幫助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絲 白土城 Westminster 世紀 國中華 … 男人 事不好好 血 中亭